老婆老婆跟你商量个事情 就是我妹过段时间她就要生了 然后我再想 她生宝宝了之后在她那边 可能坐月子不习惯 或者是说她婆婆对她不好 我就怕这个问题 到时候我就把她接来我们家 我们照顾她坐月子 接来你照顾啊 哎呀先接过来嘛 谁照顾吗 到时候再说嘛 你家就只有你和我 不是我照顾 就是你照顾 你接来你自己照顾吧 哎呀 我照顾 我不方便照顾啊 那你知道你不方便 你还接回来干什么 就接过来 她有底气一点嘛 来我们家 这样子她坐月子也能做得好一点 这样子她身体 不会有不健康的状态 对不对 哪有 哪有坐月子要回娘家做的 她又不是没有婆婆 我坐月子的时候我也没有回娘家呀 还是你自己照顾我 在娘家坐月子呢 她会做得更好嘛 好 不会落下月子病嘛 她们是没病了 但是我有病啊 到时候半夜让我起来抱宝宝 那是不可能的 你要送点钱吗 我没有意见 抱 然后抱宝宝这些你来照顾她 你也没啥病的 你就是辛苦一点而已嘛 到时候 我 是吧 你就帮忙照顾一下 啊 然后你也和我妹呢 增加一点感情 我和她不需要增加感情 不需要增加感情 你看我们家现在 跟谁关系都很僵硬 就增加一点感情 对吧 挺好的 我不同意 你要接回来你自己照顾 接回来我自己照顾 我怎么照顾得了嘛 你怎么不让她老公照顾嘛 这种应该是她老公照顾就好了 她老公在那边她老公也不懂 而且说她老公也没那么爱她 不爱 当主角的不要嫁过去 她非要不听 就是个恋爱脑 哎 没办法嘛 所以说她在那边 做月子会做不好的 会落下月子病根的 哦 她本来就不喜欢我 以前呢 我来的时候啊 她就对我各种 各种不好 说我各种不好 但是她现在 我跟她说了 那个男的不行 她也不听大海来怪我 现在好了 去了就去了吧 还要把她接回来做月子 我可不同意 她回来做月子呢 我们就放心一点了 对吧 那边的人呢 不怎么爱她 我们就多爱她一点 让她感觉到爱多一点 那有什么爱呀 我也不爱她呀 说好像我爱她似的 你是她嫂子 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呢 又是她听到啊 她该有多伤心啊 她以前做的让我伤心的事情还少吗 什么伤心的事情嘛 就那么一点点而已了嘛 那是一点吗 反正我就要接过来 你接过来我走好了 这么说了 你走你要走哪里啊 我走我家 我在这里爱你们眼 反正她也不喜欢我 月子她也就做一个月左右了 你又怎么就回你家回你家 不回我家回哪里啊 就这样说了 你照顾一下就可以了 啊 就一个月啊 要我照顾也可以 你拿钱给我 还有钱啊 当请我这个保姆好了 都是自己的妹妹 还有钱 怎么会有你这么爱钱的人呐 我不是爱钱 不是爱钱那你还要钱 我不想带呀 你拿钱请我我就带 她有没有钱啊 你拿你的钱给我就行了 行行行 我给你我的钱 反正都是夫妻财宅共同财宅 就这么说了 弟弟请给我找事情